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元讲鸟话 你是女生吗? 是,很好,因为我不是 所以我真的不了解你们女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但是既然你们都在上一集的鸟话底下留言说希望我拍这个主题 所以今天不论如何,我都要拍出来给你们看 怎样?我是不是很守承诺叻? 你们女生是不是就喜欢我这种守承诺的男生叻? 开玩笑的啦,不要炮我啦 OK,我们直接进重点 经过我做了一些功课,我终于争取了10大女生最喜欢的男生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有修养,有内涵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要有修养,有内涵 不肤浅,懂礼貌,懂得尊重别人,讲话有风度 可以的话就平常多看点书,多看点新闻 多了解社会时事动态 要热爱生活,不要抱怨生活,更不要抱怨别人 简单来讲叻,就是要学会懂得装笔啦 嗯,我觉得这家咖啡厅的氛围 真的很棒耶 在这里,真的适合看书 品尝这一杯,浓郁的Expresso 嗯,真的很舒服 是的,要感觉自己好像整身充满正能量,很积极向上这样 比如说像我啊 第二,有幽默感 我问你啦,你喜欢听笑话吗? 就算你不喜欢,你也是要讲喜欢的 因为如果你讲不喜欢,我就不懂要讲记下去了 OK,你喜欢 是的,有幽默感的男生,绝对很受女生的欢迎 诶,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啊 好啊 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但是,小明没有听到 是的,幽默也是内涵的一种 会让人家有一种觉得和你相处很舒服很轻松的感觉 但幽默也要懂得看时机 该震惊的时候就要震惊 只有适当的幽默才能够增加女生对你的好感 要不然,只会让人家对你反感 还有,我需要强调一下 幽默和搞笑是两回事 是不一样的 幽默,感觉上就是比较内涵 比较得体的 而刻意的搞笑 往往就只会让场面变得更尴尬 更让人摆眼 除非,你真的也爱搞笑 第三,有爱心 对,女生都喜欢有爱心的男生 不要讲女生啦 就算是男生也都一样喜欢有爱心的女生啦 是不是先 懂得孝顺 有礼貌 尊敬长辈 爱护小孩 爱护小动物 如果你是有养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狗狗,猫猫,藏鼠之类的 那绝对也会深得女生的芳心 GG,为什么这一点好像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第四,成熟,稳重 yes,成熟的男人最帅 我忘记了,我之前有听过这句话 相信你们应该也是有听过的 但是如果像我这种熟一半又不熟一半的 所以算是 半成熟 是的,男生是属于比较理性的动物 而女生却是属于比较感性的动物 所以 当男生和女生沟通时 用感性的思维去理解女生的想法 比起用理性的思维去和他们好好的沟通 应该来得更有效吧 蛤?你听不明白? 很好 我也不明白 Diu,怎么会干净十个啊? OK,简单来讲叻 就千言万语的沟通 比不上一个温暖的拥抱 明白吗? 啊,瞬间很容易理解 啊当然 成熟除了对待感情以外 待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也要成熟才可以 如果这样,不要讲会受女生的喜爱啦 就连男生分分钟都会觉得很帅 真的 第五 爱干净 耶! 谁不喜欢干净 每个人都喜欢干净啊 因为干净给人家感觉就是舒服啊 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至少能够干净得体 无论是在穿着上 还是行为居实上 都要时刻注意保持干净整洁 这也是最基本的个人卫生观念 不留长指甲 不落蛙鼻屎 不随地图痰 因为这些行为感觉上就是肮脏 无论是谁看到的 都肯定不敢接近你咯 而且穿着也并不需要华丽 但至少要干净整齐 那么的话,整体感觉绝对也会加分 绝对 好啦,以上综合了10大女生最喜欢的男生 虽然,我只讲了5个 因为还有下集了嘛 这次阿元讲两话有史以来 第一个有分上下集的主题 所以... 这是不是代表女生喜欢男生的条件都会被躲啊? G...G要被全世界的女生分尸了 讲笑罢了,你们不要这样 那,女生们 如果你们觉得这一集有被我讲中的话 那么下一集 你们绝对的信仰会被我讲中 我是阿元 希望这一集阿元两话能够帮助到你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 让我知道下一集阿元两话 你们想听什么样的主题 我去做个公告后 就会一个一个拍给你们看啦 你们也可以先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我的facebook page 以关注我更多的生活动态 也记得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我每个星期都会上到新的影片 打个小铃铛后 你就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啦 哇,阿元 你讲话讲得那么快 我拿上字幕的哦 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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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原汁大门 今天阿元两话就讲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集 见 eterity 啊 啊 by bwd6